那在请陈老师出来讲 介绍老鹰之前 我一定要说 今天的天气这么好 真的好适合小屏幕 昨天我们有跟着陈老师在脚步跑 走了一趟基隆港 那个老鹰真的是好近好近 我有看到鑫鱼比较熟悉的 那老鹰就是 大概就是你不到五公尺吧 最近的不到五公尺 就在你头上这样咻飞过去 然后老师在书中里面提到的 不管是俯冲盘旋还是墙石 我们昨天都看到了 老师说那么多种 可以在同一天看到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那在这边后 我们除了跟大家要介绍老鹰之前 我要介绍一下 之前有跟老师合作过的鞋 来自空中的杀手的电磁锅的作者 之一陈文雄老师 他今天也来到现场 我们请他来跟他分享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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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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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 因非基隆这本书 然后 等一下我站旁边一点 那个写证本书的目的 其实是要让更多的人用更多的角度去欣赏老鹰 因为老鹰在台湾的话 他是一个数量其实已经算很少的一个 一个猛群类的家族 可是我们对老鹰有很多的误解 所以我们就从那个 因非基隆这个书开始 好 这个是老鹰 这个是看出之后是成鹰 因为他的翅膀比较黑 然后台湾北部老鹰的 在哪里可以赏鹰 其实在书上的范围 其实应该要更扩充到那个东北角 那个地方也是整个北海岸 东北角还有基隆 还有像我们的新殿溪等等流域 都是老鹰 可以欣赏老鹰的段位 是 然后老鹰有多大 这个很多人到基隆港去赏鹰的时候 就有时候老鹰飞很远 他们就觉得老鹰很小 然后等老鹰飞行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哇 老鹰怎么那么大 然后老鹰到底有多大 有多大我可以形容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身高大概160公分的人 那老鹰的翅膀 老鹰的翅膀张开的时候 大概就跟一个160公分的人的翅膀张开一样 所以你如果是170公分 请你两边各缩减5公分 如果你是180公分 两边各缩减10公分 那个大概就是老鹰翅膀的巨多 然后老鹰的身长有多长 大概就从我们肚脊到我们额头这个地方 大概54到69公分 每一个长短大概有不太一样 不过大致上也是这个距离 所以老鹰的大小 大概就有一点概念 这就是老鹰 然后老鹰的特征呢 老鹰如果飞在天上 我们要如何分辨他就是老鹰 而不是其他猛情雷 我们就可以看到 然后他的六根初级飞鱼的后面有白斑 然后他的尾巴的中间有一点凹陷 看起来好像鱼尾 这是老鹰飞翔在天空中 我们可以去分辨他的最重要的两个特征 就是地下初级飞以后后端有白斑还有鱼尾 就是他两个特征 如果更远的话 如果白斑看不到的话 一般人是会用鱼尾来做分辨 然后过去还没有分化的时代的话 我们会把日行性的老鹰全部都称为老 日行性的猛情全部都称为老鹰 然后夜行性的猛情全部都称为猫头鹰 这个是过去还没有分化的时候 然后现在呢 老鹰就是黑鱼 黑鱼就是老鹰 所以请千万不要分错 这个就是老鹰 然后老鹰过去其实是经常被误解的 当然在我们小时候都玩过一个游戏 老鹰抓小鸡 所以大家都认为说老鹰抓小鸡 不过去的误解就是老鹰抓小鸡 然后现在的误解就是老鹰抓鱼 我们现在到基隆港来玩的游客里面 十个有九个半都说老鹰在抓鱼 所以大家都认为说老鹰抓小鸡老鹰抓鱼 所以老鹰的生存是没有问题的 好我们再看看老鹰的脚爪 老鹰的脚爪其实是非常小的 相对于其他的猛群类 其实非常小的 我们再看仔细一点 他的脚爪小 可是他可以环扣 环扣的话就是说他可以撞到东西 可是他要捕食活的猎物的话 其实就很困难 所以说其实他是在整个生态角色上 他是比较没有能力去捕捉活的东西 然后真正我们要介绍捕捉活的 比如说像鸟类老鼠等等 松鼠等等的 我们就要介绍这个狠角色 这个叫做凤头苍蝇 凤头苍蝇它的特征就是下面有三条白色的横带 然后为什么叫凤头 因为他挺起来的时候他的头的尾巴会撬起来 所以就叫做凤头 这个是凤头苍蝇 其实跟我们的人类也是非常接近 比如说我们大安森林公园就是凤头苍蝇 他会抓老鼠 他会 比如说他会在那个老鼠的洞线 比如说老鼠会从这个洞 跑到那个洞 他就会在老鼠跑的洞线的旁边的树枝冷淡 然后等老鼠一出来的时候 他眼睛就紧定着他 然后一出动到中心的时候 那个凤头苍蝇就冲过去 然后把洞线抓起来 那抓小鸡的也是他 抓小鸡也是他 然后除了他之外的话 还有松雀银 松雀银人家这回银啊厚 是非常凶猛的一种银 所以老鼠抓小鸡的老鼠是凤头苍蝇就是松雀银 然后还有另外我们经常春天夏天 经常可以看到在空中叫得很大声的老鼠 那个不是老鼠 那个叫做大罐酒 也叫蛇鸟 他的特征就是他的腋下有很粗的一条白杠 然后他非常喜欢叫 我想应该所有人都听过他的叫声 他的叫声非常大 然后他是抓蛇跟蜥蜴的 有一次我在那个海大龙钢步道的时候 差一点去踩到一只眼镜蛇 很大的眼镜蛇 周五的时候他大概出来晒太阳 然后他对我吼了一声之后 就往旁边的草丛爬过去 然后我抬头一看 上面有两只大罐酒 我正盯着他 原来我已经破坏了 那个大罐酒美好的一餐 非常抱歉 所以 然后老鼠抓鱼呢 比如说看到这张照片 很多人就认为老鼠抓鱼 可是那个鱼是活鱼还是死鱼 死鱼 对 好聪明 我们再看一下 这张也是老鼠在抓鱼 可是我们再看下一张 你们再看清楚一点 那一是死鱼还是活鱼 死的 死的 因为他的眼镜已经突出来了 死鱼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那个水面上有一只死鱼 然后老鼠就飞过去 然后老鼠就把他抓起来 所以老鼠主要是抓死鱼的 偶尔也会抓活鱼 他抓的活鱼 我只看过一次 在那个三年前 有一匹那个千蓝鱼 游到港内 被港外的白带鱼 赶到港内来的时候的话 老鼠就有抓了一只千蓝鱼 就是一抓起来的时候 他的尾巴还是一直在抖动的 可是这种鱼的话非常小 千蓝鱼 这个是唯一看到的 然后 然后千蓝鱼其实已经大批的死亡 然后有一些可能已经是头晕脑脏 可能也快差不多了 所以就很容易 而且他的身体也很小 然后我们再介绍 真正抓鱼的狠角色 就是鱼鱼 鱼鱼在 在我们台湾主要是东后鸟 从九月到隔年的三月 其实都可以看到 我们金融港也可以看到 这个鱼鱼的话 它就是白色的肚子 跟翅膀 然后他的眼睛红墨是黄色的 很容易分辨 它可以从空中这样子冲下水面 然后冲到水面去把鱼抓上来 然后抓上来的过程当中的话 它会慢慢的把鱼旋转 然后调整方向朝向前的方向 像这只鱼的话 可能在抓上来过程当中不断的抖动 所以他就用他很利的那个嘴 他就把他的鱼尾切断 叫他说 你不要动 你还会飞一点 然后把那个头调整到前面 然后就飞到他的那个住的地方 好我们开始介绍那个 我们今天的主角 渊 渊属 渊属有黑渊跟风渊 然后我们的黑渊的话就是这个 它后面的那个字是可以引动的 英文名字叫break time 它就是黑色的风阵 全世界有分为七个亚种 然后在1920年的时候 日本学着黑帘常理 就把台湾的老鹰发表为新亚种 新亚种的名称的后面有一个bomosa 分布于台湾跟海南岛 它老鹰其实在全世界分布很广 亚洲非洲澳洲等等 除了美洲没有之外的话 其他地方它上都有 而且是被估计为全世界上的 数量最多的猛青 大约有100万只 可是在台湾的话是非常的稀少 好那 老鹰其实它也有那个流鸟跟后鸟 像在北方大部分都是后鸟 在东天的时候 找不到食物的时候会往南方 在台湾的日本的都是流鸟 然后香港的话有流鸟也有后鸟 它们流鸟现在大概有1300 400只 然后其他的到秋天的时候 北方的后鸟也会到香港来入冬 台湾的老鹰的分布 分布在南北两端 南部跟北部 不过南部跟北部有一点不太一样 北部最主要是以海岸港口 还有水库还有西流等等 然后南部最主要就是水库跟西流 老鹰其实看起来不会像 不会那么凶猛 为什么不会那么凶猛 有一个原因 因为它是属于比较古老的阴种 它在演化的过程当中 它并没有发展出 它的眼睛上面 并没有发展出眉骨 所谓的眉骨的话就是凸出来的 可以挡阳光的那个骨头 所以看起来就感觉上就比较温和 然后我们再看那个 风头上鹰 风头上鹰 风头上鹰的眼睛上面 就有一块骨头 所以在飞行的时候 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挡阳 看起来的话也会比较凶猛一点 老鹰因为长期必须要在空中飞翔 所以他就发展出 他的翅膀是比较狭长型的 然後在那個翅膀的前端有六根羽毛插出來 生意插 生意插的效果就是說 在空中如果碰到比較強的風的話 它可以緩衝那個風的壓力 所以也有人把這個生意插叫做破風雨或撥風雨 老映的繁殖息一至三月的話就求偶 然後二至四月生淡孵淡 然後三至五月的話就是獄毒 所以在我們基隆港大概六月底七月初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陳茵帶著小茵來基隆港的歷史 這是那個抓紙 台灣的猛禽類 所有的猛禽類都是保育類的動物 然後有分等級 像比較最平靈絕種的靈雕跟雄鷹 是第一級保育類動物 其他的像鳳頭蒼蠅 松雀鷹 老鷹 還有大貫鳩 都是屬於第二級的保育類動物 生貴稀有的保育動物 這個是我以前在那個從好茶走到阿里的時候 在阿里一個盧凱茨的頭目家裡面拍到的 他們以前有獵捕那個雄鷹 然後就變成頭目的 就是頭頂上的羽絲 保育類動物一二三級 然後在國際上的話 雖然有那個 華盛頓公園有保護 可是因為它的數量太多 所以像國際鳥籠等等的話 其實就沒有把它列為那個 壽血的秒種 好 這是老鷹在華翔的時候的知識 台灣是亞洲唯一老鷹大量消失的國家 然後為什麼台灣會是 亞洲唯一老鷹大量消失的國家 這個問題或許我們可以去思考一下 因為我們在文化上 剛我就說老鷹抓魚老鷹抓小雞 所以老鷹的生活不成問題 而且我們看到他的時候 他都是微風了在空中 飛空中飛啊飛啊飛啊 他永遠都不會告訴你說 他的不成了 他找不到食物 所以我們的老鷹就這樣子 一點一滴的消失的 在1990年代的時候 最少的時候 據說只剩下175滴 像那個日本人或香港人的話 可能就叫不太一樣 因為他們可能對老鷹更了解 所以他們有分享食物給老鷹 像在日本的話 他們有些人 有些老鷹的話 就會住在他們的 住宅後面的樹林裡面 然後固定時間的話 就飛到那邊的電線桿的電線上 然後有一些人的話 就會餵食他們的食物 香港其實也是有 然後香港當然是更有方法 然後昨天有一位 然後又來參加的那個先生 就是有跟我講香港的紀念 就香港有四個地方是半自然的 供給老鷹食物的吃 所以香港 他的面積雖然是只有我們的3% 可是他的老鷹在秋冬的時候 可以達到3000隻 也就是他們有158隻老鷹 我們只有一隻人 所以這個是 所以香港的紀念 其實是非常值得我們去那個效法的 香港的紀念 所以台灣老鷹的最大危機就是說 我們在追求整個環境乾淨的過程當中 其實並沒有思考到老鷹也需要食物 比如說以前我們的農家、漁家 或是我們比較郊外的家戶 吃完東西之後就把那東西往外面 有幾乎往外面 那些就成為老鷹的食物 還有我們的垃圾掩埋場 以前垃圾掩埋場都是有很多食物的 可是慢慢被氛化爐取代 還有就是說 像我們的那個殺雞殺鴨的那個工廠等等的 他們以前的東西也就是往外面 也都是成為老鷹食物 可是當我們的環保法令不能 就是垃圾不落地 然後這些東西都不能亂扔的時候 我們老鷹的食物就一天一天的傻 這個是垃圾掩埋場 以前天外天 天外天的垃圾掩埋場 充滿了那個黃頭路跟小藍路 然後每那個 垃圾掩埋的時候 所有的路就衝過去 然後 當垃圾掩埋場被黃頭路取代以後 整個老鷹的食物就消失了 這個是老鷹樹木的演變 然後老鷹樹木的演變 我們會發現說大概從2014年 2015年 2016年 老鷹的數量有不斷的增加 而且增加的數量主要是在北部 然後為什麼增加的數量會在北部呢 基隆港其實食物也不是很多 可是因為在從2011年到2015年的這個期間 有一些拍攝者非常勤勞地 每天在分享食物給老鷹 所以也使老鷹的數量有一定的成長 依據台灣地區黑暗保育行動綱領 這是2014年所做的一份綱領 基隆港的話 是整個全台灣的老鷹食物供應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產業 根據他們的資料 基隆港大概佔了84% 可是這個研究其實是 我是認為其實有點問題的 可能是因為他在基隆港這個地方 調查的比較密集 然後其他地方因為老鷹到處跑 他在很多你也不能完全調查到 所以可是無論如何的話 由這份報告就可以知道說 基隆港是一個很重要的 老鷹的食物的場所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老鷹他其實是水域密食的 因為他在平地上密食會有很多風險 像流浪狗、流浪貓等等的 而且平地跟鐵海拔的大部分的地方 其都被我們開發在一起 所以水域密食就佔了95.8% 然後那個基隆港又佔了 百分之八幾點多 所以基本上老鷹的話是那個 以水域密食為主的 所以說有人就說那個 我們應該要 一般的所謂的生態研究者 或是有一些人 他們就認為說 那個野色洞就是不能餵食 然後就是那個 所謂的七粒鮑育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對於老鷹而言的話 你七粒保育的再好 他還是沒有食物 因為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 他的七粒在樹林跟空中的食物 只有4.17而已 所以你七粒保護的再好 老鷹還是沒有食物 老鷹還是會慢慢慢慢的消失 所以這個是一般性的迷思 這一支是小鷹 小鷹跟成衣怎麼分 在這裡我們稍微講一下 就是他的頭上的那個 重斑跟白斑非常非常的分明 尤其是當年出生的小鷹 出生的時候他的重斑跟白斑 包括他胸前的重斑跟白斑 都非常非常的分明 然後年紀慢慢增長之後 他頭部的重斑跟白斑 會慢慢的交混 然後如果年紀更大一點 他那個白斑會更少 然後我們看到的那個 黃 黃 黃色的斑紋會更密集 所以年紀越大 然後那鷹色就越蝸黑色 老鷹在基東港的食物 就是2012年橡皮膀組成以後的話 他橡皮膀有時候會生起來 所以有些有幾乎會 因為浸泡 所以就沉在水裡面 所以流出來的數量就愈來愈少 這個就是那個旭川 以前我們供 就是供應基隆港食物的最主要的一條河流 就是像泥巴 像泥巴生起來的時候裡面有一些 有幾乎泡水泡在泡水就沉下去 所以食物就愈來愈少 愈來愈少 然後老鷹的菜單 其實老鷹的菜單 老鷹原始的菜單就是 吃我們大地上的死亡的那些動物的食品 比如像小鳥 老鼠等等 或是以前的一些像幼蕃等等的那些食品 可是當我們的平地跟泥巴的這些動物 越來越少的時候 它只有仰賴我們人類的食物 它才能夠繼續維生 所以我們基隆港的旭川排出去的 像我們禽畜處理的一些內臟 像雞皮啊 雞腸子啊 或是豬肺等等 就變成他們主要的食物 所以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雞腸 所以在整個以前的食物比較大 所以以前到基隆港去蜜食的成績也會比較多 然後老鼠子 他們也很喜歡吃老鼠 然後他們在空中蜜食 他們抓那個東西上去之後 在空中就馬上吃掉 除了凡時期之外 凡時期之外 凡時期他們會抓比較大的東西 然後回到草裡面 再經過助理 給他們的那個雞腸子 那個黃紅那個是豬肺 所以老鼠在整個生態系裡面扮演的角色的話 就是把一團一團的有機物分散 透過他的糞便等等分散給大地 然後也就是為大地交匪 使我們的一些植物生理有更多的養分 所以生態系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的整個人類的 人類的 人類的生態金字塔 最底層就是我們的農作物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我們的 可能是乳牛啊 我們養的牛羊雞鴨兒等等的 還有我們人 然後再上一層的話就是 我們人跟我們所飼養的寵物 所以所剩餘的一些東西的話 有一部分是回到有機農業的部分 可是大部分其實是 不曉得就莫以前要被處理掉 而不是回歸自然 照理講這些東西應該要回歸自然 整個生態系 我們才會更健全更平衡 然後其實就是協助把我們 服藥的一些有機物分散給 整個山林大地的植物 所以我們就要看 上一段其實是比較嚴肅一點 所以接下來我們大概就要看 基隆港最美的那個老鷹的身影 老鷹華麗現身 這支老鷹的話 看起來就很漂亮 一看就知道是成因 你看他的頭的那個 並沒有說白色跟核色的斑紋 非常的明顯 所以你看就知道是成因 然後看他的出景背影有六差 非常的明顯 然後剛... 等一下 剛... 我覺得我可能會看他的 正確的 不然不然 按開 這麼好 按開 就好了 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 用按拿 用按拿 有关系 有关系 我让按比较快 可以 让按比较快 你先到 可以拿按比较快 好 刚才那一帐的话就是说 如果有热气流 有上升的风 他的翅膀一张开 只要一贴出风 他就可以往上 然后这一帐的话 所以往上的话就是盘旋 然后这一帐的话就是说 或者说他的翅膀张开 往下的话就是拍翅 老鹰翅膀的正翅通常会比较 比其他的猛型要盛一点 像我们看到鱼鹰的话 他就轻轻拍一下 轻轻拍一下 飞的速度就很快 所以老鹰都正翅的幅度会比较大 然后再来我们就会 要介绍盘旋 与滑翔 盘旋的话就是 老鹰碰到的 如果是热气流或是风 他的翅膀只要一张开的话 他就可以贴出那个风 然后用旋转的方式盘旋到天空 这是盘旋 然后滑翔的话就是说 他的翅膀要调整到一个角度 使空气往上跟往下的速度 有一点点差异的时候 他就可以往下做直线型的滑翔 或是有曲度的滑翔 这是滑翔 所以老鹰的飞行方式有六种 我们已经讲过三种 第一个就是正翅 第二个就是弹拳 第三个就是弹拳就往上 第三个就是滑翔往下 然后再来第四个 第四个第五个就是漂浮跟拳停 漂浮就是说他在空中 可以顶着风然后左右移动 这个就叫做漂浮 左右甚至有一些 有些时候会好像有点上下这样的漂浮 再来的话就是弦子 弦型的话就是说 他有时候顶着风会定住 定在那个地方 我曾经看到那个旭山河口的老鹰 定在那个地方 他大概有三四十秒的时间动不动 然后定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一直看那底下有没有食物 然后再下下一格之后再定住 然后说你看到食物之后再往下去抓食物 所以漂浮跟拳停也是老鹰经常会使用的一些 通常都用在风比较强的地方 这个就是定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的翅膀就稍微缩一点点 然后就达到那个风跟他的身体的很稳定的一个平衡 所以整个就定在那个地方 非常漂亮 很多围观的人都会摒弃灵神的看着这一幕 非常漂亮的感觉 然后最精彩的一点就是说 如果他发现说岗面上有食物的时候 他就会飞到那个食物的上方 然后再来缩次浮冲 浮冲的方式当然有很多种 像垂直 垂直降落的话 那个就是风很大的时候 他要尽量避免空气处理 所以他就是会用垂直浮冲的方式 如果风比较小一点的话 他缩次的幅度就比较没有那么大 然后他会用斜斜的V字形的浮冲方式 像我们昨天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用V字形的浮冲方式 因为昨天的风不会算很大 如果风很大的话 他们经常都会用垂直 垂直下来 然后再缓缓上升的那个L型的浮冲方式 所以这个是浮冲 浮冲就是他的抓舌袖 像这个就是垂直 像这个又是V字形的眼线 成音一般L型跟V字形的抓舌袖 这个就是一种基本动作 每一支都要会的 可是小音的话就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他下去的时候 通常都会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伸爪 伸爪的话就是他全身的力量 跟那个整个姿势就变成 他这样斜斜的一直线短 然后就抓住那种水面漂浮的食物的时候 在整个乐器 然后小音就不太一样 有些时候在秋冬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一整群的那个小音 有一两支层音带过来 然后带过来的时候的话 那个小音就会在空中 小音就会在空中这样互相盘旋 然后似乎在互相讨论说 到底你要下去还是我要下去 你要下去还是我要下去 然后一大堆小音在那边 互相都不愿意 谁都不愿意做第一个的时候 有些时候有些成音就会 就会做一个动作 就是说 你给我下去 你这个买巧鬼 所以 所以这支小音就冲下去了 真的是这样子 有 我们经常会发现说 一堆小音在那边 你看我 我看你 然后明明食物就在下面 他们就不能 不能够决定说 谁要先下来 所以就在那边绕很久 然后绕很久的时候 一支成音就过来说 可能随便 可能是他的小孩吧 就说你给我下去 所以就会把他做这个动作 然后这支小音终于下去上来 虽然没有抓到东西 可是我们从他的表情里面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是很雀跃的 他就说我成功了 可是下去通常的话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 是连水都没有碰到就上来 所以这是I制型的 有时候是碰到一点点水就上来 所以这是U制型的 然后有些时候是随时下降之后 一点到水就会上来 所以是接日 所以有各式各样的那个 补充的姿势 其实都很漂亮 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秋冬的时候 到基督港去看 非常的美 然后有时候小音也会抓错 比如说这个是个河沉 有一次小音就抓到河沉 之后就发现是他 所以奇怪我的爪是怎么刺刺的 然后就赶快放下去 蹦一声 哇 就引起了轰康大象 然后再来的话 其实还有一只小音 他就看一只茄子很大很好吃 第一次抓掉下去 他还不属心 第二次终于把它抓起来 然后抓起来之后就一直看 觉得这个好棒 这个一定是我今天抓到最豐富的食物 可是一啄下去之后才觉得 原来这不是我的菜 然后就又把它放掉 所以小音在整个成年的过程当中 需要经过一些学习跟摸索 所以小音的成年里也是 跟我们人类一样 需要经过一些学习摸索 碰壁的过程 他才会成长 所以这个都是很有趣的 你看甚至小音说 哇我做你成功了 我抓到一块租费 所以就非常的兴奋 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艾县的那个青春 其实 其实在基隆港 你要看最精彩的表演 其实 不是那个9月到12月 其实是大概是3月到7月的时候 可是那时候的老鹰比较少 可是那个时候的老鹰到基隆港的10月 来的时候 通常都会表现出他们最优异的飞行方式 因为他们是青少年 青少年大概就是两岁 两三岁或三四岁 他们已经是成因了 可是他们算是那个年轻的成因 他们也有交配权的 可是他们往往是还没有找到配偶 还没有找到配偶的时候的话 他们会在空中表现各式各样的飞行花招 然后来展现他们的那个很精彩的 他们意思就是说 我这么会飞翔 你们这些母老鹰应该有看到吧 希望我今年的年底可以配备成功 我明年也可以成为有自己小鹰的那个 所以年轻的老鹰的话 飞行缩次下降的那个是最精彩的 他经常会耍一个花招或转一个圈或是翅膀扭一下等等的 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表示说我是很厉害的 这个就是青少年的那个小鹰的一些花招 所以老鹰那个抓实的知识有很多种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其实像半圆形的话我也经常看到 然后最精彩的是圆形的 他飞到一个定点之后的话 顺着风向过去 然后又转一个针 这样滑下去就是一个圆圈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 然后再岔出去飞走 这个是非常精彩的 当然也有一些老鹰就是说 在那个通常比较风向比较不确定 一下东风一下西风一下北风的时候 通常比较没有老鹰敢下来 可是可是有一次我就看到 看到一只老鹰 他就很大胆的下去 结果突然风向转变 从他后面那样吹过来 然后他就这样全身就一直扭啊扭啊扭啊 他一直要找那个风来的方向 使他的翅膀可以贴住那个风飞上去 所以找啊找啊 可是那个风一下是这里一下这里 所以他就跟跳舞一样扭啊扭啊扭啊 然后结果终于找到那个风 然后就上去 所以这个 所以俯冲抓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 他的那个方向一定要是逆风 一定要是逆风 不能是顺风 如果是顺风的话 顺风如果再碰到一个侧风 很容易就会罪名 就好像我们的那个好朋友齐柏林 他据说他的直升机就是因为那个 就是飞得太低 顺风 然后又碰到一个侧风 然后就拉不起来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他非常令人惋惜的一件事 所以老鹰都很聪明 他一定是逆风 他逆风之后的话 他只要他翅膀张开 就在微雨真的张开 形成一整片的云木 他就可以很轻松的这样上来 然后我们这两天都有看到 老鹰在 这两天在基督寒看到那个老鹰在飞的时候 通常都很少用正式的方法 如果风塌的时候 他就顺着风这样子 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然后下去的时候也都不用正式 只有上来的时候拍打击 拍打击是翅膀 然后就上来 所以上来的时候一定是逆风 而且他的翅膀要完全张开 要完全张开 就很容易就上来 然后在基隆港 其实最精彩的时候 其实就是食物少的时候 然后有一只老鹰 抓到一个比较大的食物 一时之间没有花吃掉 其他老鹰就去抢 抢的话 抢的时候 我们昨天有看到 可是今天就没看到 抢食秀 这个就是抢食 你看 那个两只老鹰 要去抢一只 抓到食物的老鹰 这个就是 直接伸撞过去抓 这一只更明显 这一只是 这一只是那个 大老鹰欺负小老鹰 这一只是 右边那一只 一看就知道是小老鹰 也就是可能是 就是当年出生的那个 亚承鸟的老鹰 然后他抓到食物的时候 后面那只老鹰就冲过来 把他的食物要抢走 然后 这只也是一样 上面那只老鹰抓了一只鱼 然后下面这只老鹰要去追他 追他的时候的话 各位可以看 哇 那只鱼就飞出来 变成空中飞鱼 在金融港 这种抢食的画面 其实非常精彩 可是他们动作都非常非常快 所以你要仔细地观察 才可以看得到 这些有趣的画面 我们在金融港还可以看到的 就是双飞共舞 那个是很温馨的画面 双飞共舞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陈银跟小鹰 像这张的话就是 陈银跟小鹰的双飞共舞的 那个很美丽的姿势 这张也是陈银跟小鹰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配对的小鹰 他们可能已经互许中生了 所以出双入对 然后两只都是陈银 有些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很 在阳光照射很金黄色的港面上 就可以看到 一对老鹰在那边飞一下 然后共同密集 很漂亮的老鹰 老鹰的姿势 在飞行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姿势 非常漂亮 所以牵织 大 你看这只老鹰 它的尾巴 它就跟我们有些窗帘的 尾式一样 所以有些拍摄的人都称为它为窗帘 可是为什么这只老鹰的尾巴 会这么漂亮呢? 有没有人有特殊的想法? 搞不好是他的另外一半精心为他打扮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的另一半也未免太有美感了 把他的那个围鱼的那个中间修剪成为 那个非常均勻非常美丽的那个 这个是基隆港最美丽的尾巴 他就会变成活的广告 活的图腾 飞鸟号 他刚好飞到飞鸟号的那个 老鹰在俯冲抓石的时候也展现出他的另一半 他在下降的时候就好像一颗阴带一样 然后他划过的痕迹就好像阴刀 当他掉到岗面再弹起来的时候 他的羽翼的整个伸展就好像阴带一样 这就好像阴带一样 往下坠落 往下坠落 然后坠落的那一刹那 一弹起来的时候翅膀一张开 就好像是绽放的阴化一样 老鹰的阴 不是那个阴化阴 阴化 然后有些时候老鹰因为他的翅膀会形成各式各样的线条跟字母 看起来也非常的漂亮 这是前摁字型 这个是W型 这是V字型 这是V字型 这是小V字型 虽然基隆港的老鹰非常的漂亮 可是比如说我们去迪士奈乐园 或是我们去环球影城的 比如说像哈利波勒馆 我们进去体验之后就感动 然后感动出来的时候就消费 他有贩卖很多种的相关的哈利波勒的商品等等 可是我们基隆港老鹰也是很精彩啊 也是让你体验感动啊 可是好像我们基隆港相关的老鹰的商品 却是非常的缺乏 所以这个可能可以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体验感动消费 这个是我们现代资格主义社会的不变的逻辑 老鹰文创风 这是有一些 比如说老鹰的这样的知识 但是他若是变成那个 在晚宴上的那个很豪华的老鹰里图画 那就非常的震撼 其实看起来也很像那个战袍 然后我们还可以发展出老鹰里赛 老鹰头的比赛 这个也是很有专业 这个是老鹰台的数字 好 然后在我们基隆港其实 在我们基隆港其实还有一个生物 经常被人家误解 也就是乌鱼 很多人都说 哇 好多乌鱼 哇 这个乌鱼跳出来 跳出来好像很高兴啊 很快乐啊等等 跳跃的乌鱼 其实跳跃的乌鱼的后面 其实最主要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也就是水中溶氧量不足 通常的话 基隆港一整年的时间 七八月是看不到乌鱼的 基隆内港这边是看不到乌鱼的 最主要就是它的水温太高 水中溶氧量不足 所以就没有乌鱼 可是其他时间一年实际都会有乌鱼 可是因为污染跟水温过高 所以经常会使乌鱼会有一些状况 这就是乌鱼 我们基隆港乌鱼很多 所以到基隆的时候 赏鱼是可以毕竟 老鱼还不一定看得到 乌鱼是一定可以看得到 除了七八月之外 然后他们通常都会在比较接近 那个流水流出去的那个 那个地方的流水 这样冲的话 水中溶氧量会比较大 这是他们跳出来的声音 这个是田辽河口 田辽河口每年四五月 在天气再转变变热的时候的话 有些时候会看到乌鱼排队 乌鱼为什么要排队 有些时候是排成这样 有些时候是排成很长很长一条线 一列一列的这样子 这样子可能对那个 那一天的天气通常都是比较热 然后水流下来可以一只接过一只 水会溅过那个乌鱼的头顶跟他的身体 然后溅出来的话 会使那个流氧量稍微增加一点 所以他们就排成一列 最主要是要解决他们的那个 呼吸上的问题 然后这个 这个续叉的橡皮霸其实更精彩 每年大概六月到七月的时候 只要橡皮霸一升起来的时候 就会 升起来的话 就会把里面跟外面的乌鱼分开 然后里面的乌鱼 因为那个 到了下午一两点钟 水中涨涨不足 所以就拼命划外爬 所以很多小朋友一看这话 就哇好棒 这鲑鱼返乡 其实不是鲑鱼返乡 是乌鱼缺氧求生大逃亡 就这样逃啊逃啊 跳啊跳啊 哇跳得很 有些比较没有力量的就跳不过来 有些比较有力量的就会跳过来 然后甚至用他的尾巴帮助 然后就跳过来 跳过来这边氧就比较充分 所以乌鱼其实 然后有时候在那个九月的时候 外海里有些白带 有些泉啊那会被干净来 干净来的时候 如果水 如果没有排放污水的话 还比较 有时候排放污水 水都暖暖又不足的话 就会造成大量的死亡 像这个鱼的话就大量的死亡 然后我们进入港也有那个施目 据说是在那个以前台风的时候 从南部的鱼温里面吹过来 真的啊我曾经拍过大概三四十 这个施目鱼 还有那个鲸豚 也曾经 曾经有三只海豚进来过 还有鲸鱼进来过 这个都是真的 一切的一切都是真的 大自然的生态循环 複杂细致 所以每一个物种都有它 都有它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所以保护生物重要性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老鹰是原住民 可是老鹰并没有选票 所以我们应该要想办法就是要支持老鹰 然后投不老鹰一票 否则它的食物真的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有人说 它的食物没有问题 这是拍摄老鹰 我们希望说所有人都来认识老鹰 无论是拍摄老鹰 画老鹰 欣赏老鹰 以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它跟风的关系 或是以艺术的角度 像我们的林医生老师 他就把老鹰变成他的文导 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小朋友也可以来说老鹰的故事 大家一起来认识真正的老鹰 使我们的老鹰在未来 我们基隆每年也会办一次老鹰加年华 可是问题是对老鹰好像不太短 因为这次是雕 这次不是老鹰 所以希望未来可以对我们老鹰更正式一点 看得更清楚一点 然后把我们老鹰的一些特色 可以在整个活动里面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港督俱用的愿景就是 我们希望推动老鹰之港老鹰之都 TVBS记者曾经到香港去制作一部影片 叫做麻鹰之城 然后他里面有一句话令人非常感动 他就说天上的鹰 地上的人都是香港 所以我希望在未来 我们